准备 他擅长高位的腿法 然后还有这个两类的击打 都是他擅长的一个武器 就从他的战绩来看 我就觉得他实力非凡啊 他17胜10次KO对手 KO率还是挺高的 国内外都擅长以干打击类踢KO对手 但是呢今天遇到李小龙 李小龙是从这个70公斤降下来的 拳击好手 这干打才是他的好戏啊 在武林峰首秀 李小龙就是以干打KO了这个宋杰 所以今天面对蒙古好手 这个中学不错 在俄罗斯战的比赛当中 红方选手李小龙更是让我们印象深刻 连过三关最后遇到了这个 我们刘晓明没办法 刘晓明一个高扫踢 哇他整个没攻啊 就受伤了 那现在我们李小龙的没攻的伤已经恢复了 他说那时候打的主意就是 刘晓明的步法太好 他就先用低坎踢想破坏刘晓明的移动 结果没想到刘晓明的一高扫都上来了 刘晓明的一高扫都上来了 有孤警袭击 哦这个有一次的 对这微微动作我们会有两次的提示 第三次扣分 是 可以看到李小龙的拳打得非常的实 那现在蒙古好手甘冬托克只能开始游走 要注意哦 蒙古好手也是用西法在迎击 有点撑不住了啊 李小龙不管你西法怎么出我就用重拳 是 哇 脚被绊到了 蒙古他蒙古这位好手的拳法是不错的 可是因为这个肌肉力量不够 所以这就被我们的李小龙给碾压了 继续跑 果然这个李小龙有这个身材的优势了 七十公斤降下来的 吃力拼命击打 但是人还是往后退 好 李小龙真的是没想比赛表现得非常的好 哦还有十秒 是 再来 我们打到对手 哇 差一点差一点 听到了 就是看他们两个的比赛我就觉得很紧张啊 是 哇 这个李小龙确实不简单 因为这个蒙古好手的西法也很艰难 你出拳我就用西装顶你的肋骨 但是这个你看李小龙破腐沉之后 不管我就打你 你要顶我让你顶我打你 都是李小龙都是跟对方同时出动作的 这都要下定决心的 好第二回合的比赛 话说李小龙这种打法我们也蛮替他担心的 因为虽然他拳很重 可是呢这个西 西是很尖的 膝盖撞到他肋骨 这个如果一不小心把他肋骨撞伤的话 其实也划不来的 其实他还是要对这个对手的西的动作有防范 是 可是一防呢变成他出不了拳 他没有选择 那怎么办 怎么办就是看他运气 因为这个肋骨的抗击打能力是不好训练的 是的 那对方打的就是这个主意嘛 我挨打没关系 但是呢我膝盖拼命的撞 看你总有一天会不会有弄痛的 好 李小龙继续压 哇 印象 那还好对方没有细上头 不然李小龙就危险了 好 现在面对李小龙的进攻 很明显的 蒙古好手甘冬托克就是用正的 加近距离的西转来扩解 好 藍方要用跳西 所以我们李小龙要小心 哇 李小龙是压得很紧 你看西就一直来了 是 哇 这两人都赌上他们自己的命啊 用生命在打拳 用生命在打拳 哇 已经到下巴了 哇 这两人都赌上他们自己的命啊 你看整个震动非常大 整个牙套都 哇 都噴出来了 哦 又来又来小心 对方开始一起抢头了 对于李小龙会造成更大的防守上的困扰 李小龙这种拼命三郎的打法也代表他求胜的欲望 是的 这个蒙古好手也真的太凶快了 哇 这个膝盖一直来 好吧 看谁硬 再按 好 篮方累了 但篮方上钩拳 蛮狡猾的上钩拳 再来 哇 两个人都牛脾气啊 对 对 你就压着来打拳 我就开始用我的吸把 你出动作我也出动作 是 你不退我也不退 哦 李小龙加油 是 有 观众就喜欢看这种比赛 下来 李小龙要破架 把对方的手拨下来 哇 哇 还十秒 再来 好 第三回合 两位 前两回合 都用相同的模式的硬拼 让我们看这个第三回合 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好 好 蓝方依然是往后退 但拳法路线上呢 多了一个前手的上钩拳 好 那李小龙其实他可以选择的武器不多 因为他脚受过伤 所以他也不太想起腿 一 哦 小心 还被压进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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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小龙身体的力量要再用多一点 把肩膀再压进去一点 好 李小龙我觉得还是不要起腿好 他起腿的时候头部漏洞太大了 太久没用腿了 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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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已经转身为一个拳击手了 来方第三回合发挥的还比较好一点 上钩 连续上钩 搅闪 再来 哇 他这个上钩拳有点意思 但他就是两个手紧紧的护着头 然后往里钻 钻过之后 然后来一击上钩 那个角度非常大钻 对 好 李小龙 不错 技巧比我好 但是我全比中有迫架 有 李小龙又迫架 有 对 把对方手迫下 对 就这一招 好 再来 把手迫下来 对方趴了 挨不住了 好 李小龙也有点累了 体力下降了 对 但对手更累 吸法 有 有 这个拳击手的架势就是吸法可以进攻的 很好 好 哦 蓝方这个叫shoulder roll 用这个肩膀 哇 肩膀在前面 吸法在后面 这好脚滑 一个拳击手的吸法 相当可怕 剩下没有 还有十秒 有什么都捅 最后的力气急出来了 李小龙跟一桌山一样啊 打不动 牢劳把对手盯到角落里面 厉害了李小龙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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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看一下回放 還有藍方的技巧啊 肩膀當盾牌 西法藏在後面 上攻 刁鑽的上攻拳 李小紅就是打進去了 拼命壓 有個破箭的動作 現在宣布比賽結果 1號裁判 30比27 2號裁判 30比27 3號裁判 30比28 比賽結果 紅 方 上 回答 有請《武林城之天人》總導演余雷先生 會獲勝方頒獎 好 再次祝賀李小龍 感謝頒獎嘉賓 我的小龍是一早上生的 所以我爸給我起了小 所以後面又架了個籠子 希望我忘記成了我 因為吧 我是上大學期間看到薄姬 也是包括看到武林方 所以薄姬非常的熱愛 但是年齡已經太晚了 但是呢我還想嘗試一下 所以畢業以後 我家裡給我找了一份裝備工的工作 我幹了幾個月以後 還是決定辭職 走上欺負之路 也是因為可能對薄姬的熱愛吧 所以這些年輕步也很快